当美味变成日常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蔬食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味道 我们依循着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的节奏 搜罗了美丽宝岛的鲜甜滋味与文化风采 同时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幸福时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逸臣 这次要带大家沿着浪漫的台山县 来吃苗栗的诗坛放暑假啦 那位于苗栗县地理中心的诗坛乡呢 虽然因为狭长的纵谷地形而使得开发不变 但是群山环绕的绿意盎然 以及清澈见底的溪谷美景 吸引到非常多的旅人来到这里 感受山城的幽静与美好 究竟这座古仆的客庄小镇 有什么样好吃跟好玩的地方 现在就让我带你们 一起来去试探玩吧 喜欢登山践行的观众 可以从新凤吊桥前往著名的 民凤古道 尽情享受山林芬多金 如果只是想要偷得福生半月弦的朋友 那就跟我一样 先在这座美丽的吊桥旁 拍拍美照 打打卡 概括热心练习 跟桥边迎风摇曳的花海 地景艺术 融合成为美丽的衣服图画 如果还有充裕的时间 不妨沿着规划完善的 关于步道散散心 进一步感受 这座小小山城的幽静与美好 每次到了一个陌生的城镇 我特别喜欢往当地的老街跑 因为在那里总能最快速的接地气 感受到在地人的生活日常 像是新店老街 就是诗坛最热闹的行政中心 你们看我身后的这一片彩绘墙面 就可以感受到诗坛人的热情 那我现在就带你们来去老街挖宝吧 大哥你好 大哥很多人说来到新店老街 一定要来吃这个秋妈妈菜包 你们在这边经营多久了 我真的经营5年了 5年了 是 85年的时候 到1.17号开始来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推广 这个客家菜包呢 因为是原来上一所秋妈妈在做 她女儿跟我说朋友 她知道我家里从小 我们家有在做这个分的菜包 所以她叫我来传承 起源就是这样 是 可是你在这边做的 全部都是素食的 对…原来秋妈妈做的都是素食 那我问她起源 她她原来是以前在仙山上面 她们在做 她说去咸丁那个娘娘的 九仙娘娘的就问说做素食 很多人来拜拜 所以她起源做素食 那我就跟着一起在做这个素食 是 所以大哥你很喜欢做吃的 从小比较喜欢豆 那这样很幸福耶 都可以吃到美食 因为我光是站在这边 听大哥讲话 我一直不断地被他给信 大哥你做这些菜包也太漂亮了吧 还是我可以来试吃一个 最道地的艾草菜包看看 可以啊… 大哥你知道吗 你的这个菜包看起来很不一样 因为你们看到超级大颗的耶 超级饱满 大哥 这都是你做的 我一定要来品尝看看 大哥 我发现这个外皮啊 艾草吃起来超香的 而且很扎实又很Q软 重点是啊 我吃到里头有满满的馅料 有这个萝卜丝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鲜菇跟豆干丝吗 对 它口感非常的丰富 而且它炒料炒得好香喔 对啊 这个炒料要费很大的功夫 一盆料差不多炒 在锅子里面爆香差不多一个小时 因为没有加其他的料 是 纯是用慢炒爆香的 所以那个酱油味道那个古早味 才有这种古早味 是 虽然拍摄当天 并不是周末假日 但闻香而来的游客啊 早已在我们录影的当下 引颈期盼着老板的下一锅菜包 赶快出炉 因为选用天然食材的美味 随着蒸腾的水汽 飘散在新店老街上 实在很诱人 而饱满又丰富的内馅啊 更是深得客人们的芳心 大哥 你说啊 你以前都是做这个昏食的菜包 但是接手之后 你就是做素食的菜包了 你觉得差别在哪里呢 做分食的话 要爆香葱油 多一个香葱油 做素食的话 没有爆香葱油这个 直接酱油加些料下去 直接这样爆 可是素的话 可能就是要在锅子里面爆 那个香料爆比较久 爆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 慢慢的 然后这个香料才会有 这种古早味的味道出来 那大哥 像是我刚才在吃的时候 里头有萝卜丝 然后还有豆干跟香菇 还有其他哪些配料呢 现在最主要里面还有一个 细的就是我们豆轮 然后最主要我们这边起香 也是用豆轮出来的 是 对 豆轮它会有香味 会 爆起会有香香的味道 豆轮 是 所以说它除了有 这个萝卜香之外 豆轮也很重要 对 就是增加香气的一个重要关键 对 是 那大哥 像是一般客家菜包 它的这个皮不就是爱草 或者是白色的而已 可是你这边好多颜色 这个都是你研发的吗 没有 它原来前一上一种 也是有做这个 都是一样 是 它只不过说 跟我的制作过程 下水的方式不一样 它是拢的时候在打 那我是因为我有去 从小喜欢做嘛 喜欢做这些东西吃嘛 所以我也看人家做那个 水晶饺的制作过程 所以我就将水晶饺制作过程说 加热水下去 把它烫就比较Q一点这样 是 所以做法其实大哥也是有调整的 有点调整一点 难怪刚才我吃的时候 它会这么的扎实 但同时又不会硬 是非常Q的 那大哥像是这个你是用什么样的食材 下去做成这个颜色的 现在这种的我们是用纸意地瓜 那这种地瓜有两种 夏天跟冬天对 那现在吃的地瓜它是 这种是日本品种的 比较好 那做起来比较Q颜色也比较漂亮 所以大哥还要挑选 你觉得颜色比较漂亮 然后营养成分又高的 对… 美味又口口嘛 还有啊 是 然后大哥像是这个就是艾草的 对… 不过大哥一般这个都是用米做的 对不对 对 一般都是米做的 只有这种纸意地瓜的话 这个是用太白粉加下去的 为什么会是用太白粉呢 因为像做水晶椒会QQ的嘛 肉丸也会QQ的嘛 对不对 我会想到的是用这种方式剂 所以会QQ的 是 然后它比较容易定型 那不够 那大哥我可以来挑战一下 来包包看它吗 可以啊 好 那大哥你来教我怎么包好了 可以啊… 先把它捏盐的 你先捏旁边 先捏旁边 对… 因为你要捏中间的话 它就越来越散越扩越大 就不好做 好 大哥 为什么我捏的 裂开了你的不会 因为你先捏中间嘛 对不对 你把它重新挪起来 你再捏一下就不会了 那我再重新揉一次对不对 重新揉一次就不会了 还没有那么容易捏呢 有点难度的 不会… 我把它揉圆了之后 然后先从外面 这样真的就不会了耶 对啊 大哥 我发现啊 它揉起来 会有点油油的 是因为你有特别加了什么呢 里面是因为打的时候 有加一点油下去 油下去 第一 蒸起来 它不会黏纸 然后不会黏袋子这些 是 你假如没有加的话 它会黏 是这样 像说做葱油饼 加起来会比较 好像会比较Q一点 这也是其中之一 是 油油特别要选哪一种吗 我做素食的 我是用葱花油 对… 那大哥你用得比较好啊 是 是 接着呢 好 来 接着上 放在手掌心里 放在手心 对 来 好 用料 好 来 可以不用那么多料 我看大哥用用 你这样 你什么都 好 来 来 大哥你加的料好多 难怪它蒸起来会这么烹 你看你汤匙才小小一个 但是你刚去挖的都快要满出来了 好 好 所以料一定要多 那我大概 包菜包不难 但要包得像一颗可爱的金元宝 这讨喜又可口的模样 就真的非常困难了 依照我的速度 恐怕会让门外的客人 等到天荒地老 还是交给专业的大哥大嫂来处理吧 我就负责盯着皮薄鲜多的菜包 在白茫茫的蒸汽下 慢慢变成闪耀亮眼的在地美食小吃 你们做的粽子看起来也很好吃 扣着口味的 是 好好吃喔 大哥 它其实吃起来 它的米粒粒粒分明 然后还可以吃到浓浓的米香 还有叶子的香味 然后料的部分很好吃 因为大哥炒的里面搭配了一点点的黑胡椒 非常体味 这个会让我想要打包好几颗带回家 大哥 这个就是刚刚出炉的紫玉菜包了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啊 它成天然的 是用紫玉地瓜的 是 不过大哥 因为它是用这个太白粉下去做的关系 所以其实它看起来有一点晶莹剃痛 对… 颜色要能够那么的漂亮 是不是也要加满多地瓜的 地瓜粉差不多一比一样 是 就等于一半的太白粉就要加一半的地瓜 对… 好 那我就来品尝看看喔 这个皮吃起来好好吃喔 我发现它更Q耶 对啊 它更QQ的 当然吃起来可以吃得到 甜甜的地瓜香 对 最主要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健康 因为它有满满的花青素 对不对 对… 最主要是找地瓜 这种地瓜颜色比较漂亮 又还有另外一种 比较深的颜色比较漂亮 对 比较黑 比较紫色这样子 是 大哥 像是你们现在 有多不同颜色的菜包 除了这个紫玉地瓜 还有哪一种呢 还有黄色的地瓜 总共做四种颜色 艾草跟白的也会比较多的四种 所以说大家如果带回去要送朋友 可以每个颜色带一种 看起来就很讨喜 对啊 好 大哥 像是这个 你们做的凍子看起来也很好吃 更加口味的 是 像是里头的料你们放的哪些呢 我们里头的料放到豆腐肝 香菇 蘿蔔肝 还有就是树佛腿 再加豆仁 是 豆仁一样增加它的香气 对不对 豆仁也增加香气 是 那大哥我来品尝看看 你们做的这个客家粽 哇 我觉得这个米粒啊 看起来粒粒分明非常好吃 好好吃喔 大哥 这个客家粽啊 像是南部粽 北部粽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 它其实吃起来啊 它的米粒呢 粒粒分明 然后还可以吃到浓浓的这个米香 还有这个叶子的香味 对 我的叶子香 然后料的部分呢 很好吃 因为大哥炒的里面 搭配了一点点的黑胡椒 非常体味 大哥 像是客家粽啊 它的做法上有什么 比较特别的地方 客家粽还是一样 就是糯米的话一样啦 外面泡 泡水要泡三个小时啊 那个米最好是有一年以上的米 最好啊 蒸起来Q度比现在这种的米 因为现在的米没有办法 像以前有一年以上的米 很难找啊 所以现在没有那么Q 可是我是用时尚的盐肉米 把它改良的 就是这样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软Q又有香味 又有香味 它其实香味非常浓 那一部分我其实发现 市面上的粽子 都是用竹马叶比较多 对… 那你们用的是不一样的叶子 因为这个在地 乡下嘛 就地取材嘛 也可以说叶桃叶 所以就用叶桃叶 然后就是老一辈的 上一辈的人比较喜欢吃 尤其是出外离外台北的人 下来都是找叶桃叶 我觉得很好吃 因为它的香味再更浓郁一点 对… 跟一般的粽子不太一样 那它整体吃产又是很清爽的 这个会让我想要打包好几颗带回家 很好吃 那达哥像是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是芋头糕 那我们就是用糯米跟芋头 把它拌起来做 里面的香料还是一样 最主要主角还是一样 豆仑 里面还是有称一点豆仑跟一点香菇 是 那我来吃吃看 这个也好好吃喔 它吃起来外头非常的Q 那里头因为是要满满的芋头 芋头的香味非常香还很Q软 大哥我发现连你做的这个芋头糕 也非常大克又很饱满 好 谢谢主的 美国 就是一定要让客人吃得很饱足感 对不对 谢谢 对 大哥我看到你在蒸这个菜包的时候 虽然里头有这个蒸气的关系 所以很热 但是偷偷跟大家讲 我观察到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大哥气色很好 谢谢主的 对不对 每天这样子蒸的时候 同时也在蒸自己的皮肤 而且加上偏然的食材 所以说大哥在工作的时候 也非常的健康 没有啦 主持人夸奖啦 大哥你知道吗 我发现来到这边的游客 他们拿这个菜包 每一次都是拿个十几二十颗蚌 我们这边的菜包虽然是零售 可是我们都是麻烦客人 都是有可以先议订的话 每一种来买就是 每一种就能买得到 只要临时你过来 因为我们这边纯手工 那个瓦斯在蒸的 没办法一直一下子蒸很多 所以我们就教一个人先 你要进来 麻烦你先议订 是 比较不会扑空 对 也比较不会扑空 可是万一正好来买的时候 买光了怎么办 有些客人那么远进来对不对 还是等啊 比如说等四十分钟 有时候等 你像过年期间要等好几个小时 那他们也是等啊 都等啊 所以说真的是好吃到 让大家宁愿等 要等到就对了 对啊 对了 吃过美味的菜包 客家粽之后 碰巧出现雨过天晴的小小空档 我立刻赶往老街上的特色景点 像是改建活化的六十年老骨汤 街头巷路内的趣味彩绘墙 以及网路上火红的神秘小镜 这条早年妈妈们前往西边洗衣服的必经之巷 现在则是游客来到新店老街 不派不可的诗坛地标 小小的豆芽菜通常在料理的时候呢 都是担任不起眼的配角 但是你们知道吗 在诗坛的深山啊 竟然有人打造了一座豆芽菜王国 农场一家人啊 靠着用心的呵护 不但颠覆了大家 对豆芽菜的刻板印象 甚至有许多知名的餐厅 都指明要使用这里的食材 现在就带你们来去听听 一家人靠小小豆芽菜 翻展人生的故事 走吧 郑光 你好 哈囉 你好 阿姨你好 郑光 刚才我们一路过来呢 我就心里头一直想着 这么偏僻的地方 真的有一座豆芽菜农场吗 但因为一来到这里之后呢 就立刻感觉到 这边简直就像是世外桃源 環境非常的好 这边的环境跟空气是非常的好 对 那你们在这边成立豆芽菜的农场 已经多久了呢 我们这边的话 是从民国89年就成立了 第一代的话是爸爸在接 爸爸在做 然后我是二代 是 对 那爸爸在做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种芽菜跟种苗菜 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你要非常的细心地去照顾它 因为有很多的细节的部分 你要去了解 跟它的习性的部分 所以说就是像照顾小baby一样 就是一天一天地 看着它长大这样子 是 那爸爸当时怎么会选择 种这个豆芽菜呢 是不是以为它很好种呢 其实不是 其实是爸爸在转行的 这个过程中 因为这个地方是老家 是我爷爷奶奶住的地方 那爸爸差不多 44岁45岁回来的时候 他就是有一段时间失业 他就是回想 突然回想到我奶奶 因为奶奶以前的人 就是生了比较多小孩 所以说奶奶他就是为了要照顾 底下的弟弟妹妹们 所以他就会用茶壶种豆芽菜 对 那茶壶种豆芽菜 那于是呢 因为爸爸的儿时的一些回忆 所以说他就突然想到说 奶奶种的豆芽菜 怎么那么的清甜 跟创农市场的豆芽菜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于是爸爸就是直接 装眼去做种豆芽菜 对 所以听起来爸爸是为了怀念 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那种感觉 可是政光看起来很年轻 对 然后你又说 这个种豆芽菜是很辛苦的 对 没错 你怎么会想要回来接手呢 那我在三年前 我是在高雄学做餐饮业 那学做餐饮业其实 大家都知道说美食 很多好吃的 其实有些它的美食的背后 很多都是不天然的东西 很多都是加工产品 或是色素也好 还是说可能合成的产品 可是这些东西呢 当然对我们身体长期吃下来 会有负担 那我又觉得很矛盾 因为家里又是做 比较健康 比较有机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想了很久 是不是就是放弃我那边的工作 然后就是学到的一些经验 跟一些技术 回来跟自家的一些牙苗菜 去做结合 去做搭配这样子 是 所以说运用你这样子的想法在这边 你们栽种的方式也会比较天然有机一点 对 没错 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跟水质 因为主要是水质的部分 因为牙苗菜苗菜来讲 它们的水分含水量差不多百分之七十八十 所以说水的部分是非常重要 水里面的矿物质也要非常地多 要种出品质优良的牙苗菜 除了人工技术之外 水就是最重要的元素 这座位于明德水库水源保护区内的农场 水质好不好 根本不必等正光多做说明 我们直接往农场后方的溪流来瞧瞧 就可以明白 我想现场原始自然的山林风貌 与清澈见底的冰凉水流 应该骗不了人 刚才你有提到说 这个水质对豆苗来说很重要 对 没错 其实豆苗它也有 它还要再加一个土 培养土 我们的这个培养土 就是德国来的培养土 选用德国培养土 主要是它的菌 跟它里面的一样成分 像这些白白的这一粒一粒的 其实它是致死 致死 对 致死 它是石头的一种 只是说它帮助它滤水 那我们的培养土 有这个致死以外 我们还会再加一个烫化稻壳 是 其实苗菜我们栽种过程 它需要喝水 可是它也要干燥 那如果说你要给它喝水过后 它含水量太高 它豆子就会烂掉 所以说碳壳的用意 跟致死的用意 就是帮助它滤水的作用 那我好奇一个问题 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愚蠢 那就是豆芽跟豆苗有差别吗 有 因为主要来讲我们的苗呢 我们刚才讲的苗类它需要土跟阳光 还有水 对 然后芽菜的部分它只要水跟温度的控制 然后再来就是苗菜它要见光线 芽菜就不能见光线了 对 所以芽菜我们几乎都种在暗室 种在货柜屋里面 苗菜呢我们就种室外 对 那苗菜种室外的前提 前制作业呢 它也是要在暗室里面 是 因为你没有在暗室里面的话 其实你直接种好的时候放到大环境的一个环境下的话 那它其实它长得会不平均 你要有一个包覆性的一个温度的空间 让它长得一定的均匀度的时候 你才可以把它拉出来外面给它见光线 对 其实我觉得呢在我来之前啊 真的以为这些豆芽菜啊很好种 因为小的时候大家都做过实验 好像随便铺在那个湿湿的卫生纸上 这上面它就自己都长芽了 对 没错 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呢 才发现原来 其实它很难照顾耶 很多的细节 没错啊 那正光我们今天要种的这个豆苗是什么呢 这个豆苗是叫豌豆苗 豌豆苗 对 这个豌豆苗我们已经泡水泡脏了 是 对 它一喝饱 喝饱水了 那又怎么样分辨这个豌豆苗漂不漂亮啊 主要是看它的色泽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大小颗 对 其实色泽来讲 如果说多多手打都会有些色泽的话 那是因为在于它的收成度 其实我们讲求的是它的发芽率 发芽率如果是好的话 其实有一些色泽有变化的话 那是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发芽率如果是好的话 长起来就会很平均 像是铺这个豌豆苗啊 就只要把它铺好就好了吗 不是啊 把它铺好的时候 像这些豆子跟豆子啊 它不能重叠 你重叠的话如果说下面的 它有碰到土壤 上面的没有碰到土壤 上面的话就会长得不平均 所以说我们就像帮它按摩一样 每一刻让它铺得很平均 都有让它 让它接触到土壤 对 让它接触到土壤这样子 所以像这个非常的辛苦 像以前小时候家里啊 爸爸在创业的时候啊 就没有人教啊 然后因为小时候就是我跟姐姐两个嘛 那姐姐呢就比较会读书 我呢就比较不爱读书 所以说小时候我的小时候童年呢 就是下课回来不是去玩 就是挑豆子 挑什么豆子呢 像我们的豆子这么大包 可能八十斤的豆子 我们汤要做面上 我们就要挑虫煮的啦 还是裂壳的啦 对 我们就要挑 像是这种一半的就要挑起来 对 像这个一半的挑起来 所以说就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小时候就是非常的排斥 种豆亚菜 就会觉得说 爸爸起父刚做的时候 没人教平平失败很多 然后我又回来又要挑豆子 所以造就就是从小就是很排斥 种豆亚菜 于是就是可能 我可能中间有一段时间 就去了高雄 学做餐饮 学别的东西 对 学做餐饮 然后后来才会来结合家里的产业 家里的这个产品这样子 不同的芽苗有不同的个性与喜好 同时还要考量一年四季温度 湿度的变化 这些外人无法理解的困难与辛苦 都靠着郑光一家人 在无数次的挫败中 慢慢摸索出心得 掌握诀窍 最后才终于打响了 诗坛芽菜的名号 那这个豆皮也是我们是请 专门做有机代工的豆皮工厂 请他来帮我们做 那里面的黄豆芽内馅是 我们自己炒的 超级好吃 很双口 因为其实你们的搭配 我觉得搭配得很完美 都会融合那个味道 外面酥酥的 然后里面的芽菜吃下去 它会爆浆 有那个水分跑出来 没错 哇 郑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不同品种的豆芽跟豆苗 没错 你们这边一共有多少种品种呢 我们这个芽菜跟苗菜加起来有二十几种 有二十几种啊 对 没错 有二十几种 可是为什么你们会想要种这么多不同的品种呢 主要是有些芽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然后再来就是给消费者多选择性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来 能够认识说其实芽菜跟苗菜有可以种那么多种 它的每一种芽菜苗菜的营养价值不同 对 那有没有哪几个是比较特别可以跟大家介绍呢 花生芽它比较特别 因为很多人认知上说花生芽 长芽 有黄菊毒素啊 比如说我们常见可能马林素长芽 洋葱长芽 还是地瓜长芽 好像就是反正根筋类的 有长芽好像不能吃 可是唯独花生芽 长芽是可以吃的 真的吗 可以吃吃看 我发现它长的样子很可爱 很可爱 它就是小苗 有没有 从这个花生的缝缝中间这样串出来 没错 它超级超级脆甜的 没错 它跟花生不一样的地方是 你吃一般的花生没有甜味 这个有耶 对 没错 因为为什么甜味呢 因为我们在栽种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这边的水源非常的干净 水源里面有矿物质 所以说我们栽种的芽菜跟苗菜 是非常的清甜 对 它真的很好吃 它那个脆度会让你想要一直嚼 一直嚼 对 一口接一口这样子 不过它吃起来 后头有一个回甘的味道 对 没错 有甘甜甘甜的味道 没错 像子高丽芽跟绿花椰芽 它们算是十字花科的 它们也算是两兄弟 对 像子高丽芽 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就是花青素 对 它花青素对我们人体非常的好 对 所以说像有些我们消费者买回去 它就可以打精力汤 加一些水果去打 去中和它这样子 那绿花椰芽就是里面有一个成分 叫做萝卜柳素 对 它也是对我们人体非常的好 对 它里面有一个抗氧化很好 对 没错 那像是刚刚啊 我一直很好奇 对 就是一般我们看到这个黄豆芽呢 没错 它不是都长得白白胖胖的 很大一条嘛 没错 可是你这边的这个看起来 很像发育没有很好耶 瘦瘦的 对 怎么会这样子 像我们家的豆芽菜啊 你有发现我们的豆芽菜 它的根须 根多长须就多长 真的耶 多半 对 一半一半 不便的道理 然后再来就是 你有发现我们的 我们的黄豆芽是瘦瘦的 而且很扎实 像我们的一般的黄豆芽来讲 我们清炒过后的黄豆芽 它就是很扎实 它不会缩水分 市面上的黄豆芽也好 绿豆芽也好 它可能你买回去 它是虚胖的 你经过高温 经过熟煮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水分了 因为它是虚胖的 为什么 因为市面上床头的豆芽菜 都有加了一些药物的存在 对 像我们家 我们家坚持是不漂白 然后不除草剂 然后不放一些任何的一些药物 我们就存天然的水源 跟温度的控制 让它长到一定的1比1的长度 这样子 其实真的耶 在压它的时候 完全会感受到它是非常扎实 肩膀非常强重的 不过啊 我觉得这样子照顾起 各式各样的豆苗跟豆芽呢 对 我觉得好像在照顾 小baby 对 而且是不同个性的小孩 对 每一种习性 每一种个性不一样 有的是适合晒太阳 有的适合睡冷气 有的又怕晒太阳 所以说各个的芽菜 苗菜的它的习性不同 你要去依照它的习性 去照顾它这样子 是 对 正光把外出打拼的餐饮经验 结合家人苦心研发的芽菜培育技术 让隐居深深的这座农场 变成引导游客吸收知识 调理美食的幸福乐园 今天它也特地安排我们 现场制作最适合夏天享用的 豌豆苗与木素芽手卷 趁光 那我现在就来品尝刚才做的 芽菜手卷了 好 给品尝看看 我发现呢 非常爽口 真的 而且因为其实里头 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 芽菜的元素 对 芽菜在里头 所以说每一个吃起来的口感 它的粗细都不一样 沒錯 但是重点是它的共通点都一样 沒錯 很甜 很融合 很融合在地的食材 我们的食材 对 我想你们应该从小时候 吃这个吃到大 对 就是从小可能妈妈 可能早餐我们就弄一杯豆浆 然后可能卷一个手卷 我们简单就是一个早餐 一个比较轻食这样子 对 也是对身体很好 难怪吃肉这么好 从小吃健康的豆芽还是油炸 没错 那这个芽菜除了生吃之外 也可以变化出很多料理 对不对 没错 像我们有馒头 我们就是我们选用我们的 有机的发芽的黑豆 跟发芽的黄豆 然后我们是请食堂农会代工 我们是出源物料 然后请它来帮我们代工这样子 然后还有像豆皮啊 有机豆皮啊 那这个豆皮呢 也是我们是请有机的 专门做有机代工的豆皮工厂 我们也是出源物料 请它来帮我们做 那里面的黄豆芽内馅呢 是我们自己炒的 里面是加我们的双菜 对 然后我们的芽菜 可以吃吃看 非常的香 这个真的超级香的 而且因为你们这个 外面这个是豆包 对 豆包 你们也选用得很好 然后也炸得很漂亮 它看起来超级诱人的 没错 好 那我就来品尝看看 正光的手艺 好 好 超级好吃 很爽口 因为其实你们的搭配啊 我觉得搭配得很完美 都很融合那个味道 外面酥酥的 然后里面的芽菜吃下去呢 它会爆浆 有那个水分跑出来 没错 好好吃喔 像是这个 我觉得里头 好像加了很多料耶 这个里头呢 里面有我们的花芽黑豆 然后里面有加一些枸杞 对 然后加一些坚果类的食材 我们可以搭配 你们看里头的这个黑豆芽 超多的耶 对 没错 好 我来吃吃看 因为我们用料很实在 好 很意外的这个芽菜的味道 其实很突出耶 很突出 它其实呢 它会带一点点甜味 没错 可能因为你们加了很多的 坚果枸杞在里头 坚果 对 没错 它本身的 天然食材的甜味都在里面 很香 配角越香 而且可以吃到这个颗粒 没错 其实一般 我们对于芽菜的印象 真的好像就觉得它是配角 就是单单的芽菜这样子 其实芽菜可以做不同的变化 像我们的黑豆芽 我们的黑豆芽 我们的黑豆芽就可以 可以炒杏鲍菇 可以加点点麻油 加上青草就非常的好吃了 也可以加点点枸杞都可以 是 其实它的变化是非常多的 非常的风格 但是我觉得这个印象 真的是来这边之后才颠覆的耶 没错 它除了可以当主角之外 还可以非常的健康养生 但是也让我知道说 我觉得它每一口的清甜 都是得来不易的 因为照顾它真的没有 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所以就是要很细心的 照顾它们这样子 现彩现做的芽菜手卷 因为从产地到嘴巴 只有短短几分钟 所以可以完全感受到 食材的真实风味与鲜度 谢谢郑光的热情招待 让我不但上了一课 还顺便填饱了肚子 实在很幸福 原始原味 哇 大哥你们的花生也太大颗了吧 是 是 我们不怕得来吃 大哥 它的这个姜的香味啊 会让你觉得它真的吃起来不甜蜜耶 是 而且它吃起来的时候呢 你会吃得到它花生的原味的香味 比较浓郁 是 是 是 然后它本身它又是纯素的 就很简单的食材 离开诗坛之前啊 我要带你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采购一下 就是我身后的这间杂货店 那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它看起来不就是一般乡间 会出现的杂货店吗 听说呢 这里头啊 有一款热卖超过一年 一甲子的花生糖 在地乡亲呢 都大力推荐 现在就带你们来去鉴定一下 品尝看看吧 走 大哥你好 你好 大哥一进来你这间杂货店啊 就觉得它看起来 我很有年纪了 这间杂货店在这边 已经经营多久了 从民国42年到现在 42年那很久了耶 对 从我阿公啊 从我阿公开始 是 最早最早是一个黏米茶 然后这店是卖一些民生的附属品 没有几样东西 不会超过50样 是 是 大哥目前是第三代 对 商店是第三代 是 花生糖的部分是从谁开始做的呢 花生糖是 从我爸爸那时候开始做 是 对 之前嘛 这乡下 交通不方便嘛 就有一个那个 俄美复兴的 有一个贩子 是 挑着来啊 搭巴士来这样挑着来 每次会来卖 可是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哎呦 怎么没有人 没有人卖了 然后大家都会 萌萌都会念 没有什么淋水可以吃嘛 后来就是说 我家里就像最近这样下雨天嘛 那个糖有没有 有一点过水过水的 我爸就想说 那怎么办呢 自己本身也有花生卖 乡下自己 自己就有炒花生卖嘛 就拿来煮 就晚上偷偷的 偷偷背着我阿公 就晚上跟我伯父两兄弟 就在那边弄了 就是这样弄起来的 是 是 不过你们的花生糖 听说很厉害 它的风味在其他地方 不一定吃得到喔 不 这样子又经过了十年 十年又在一个 也是一个巧遇 有一次就有一个挑江的 在这边经过 这边停下来 他也要搭巴士 后来就有人突然起来 你要这样拿几块下来 敲一敲 切一切下去和 有些人没有和其他的 他就弄下去吃 我爸说 有味喔 糖 感觉吃甜的没有那么腻 后来当天晚上我爸就说 自己也有姜啊 就把它弄下去这样煮 这时候就五星叉流又流成音了 结果就是叫银麦原味 就卖到现在了 误打误撞 但是变成了一个非常热卖的伴手礼 对啊 大哥还是我可以来吃吃看 你们这个非常厉害的 姜汁花生糖呢 OK 来 来 请吃小姐听听 这个就是你们的招牌了 对不对 原始原味 大哥你们的花生也太大颗了吧 是…我们不怕人家吃 吃了就知道 好 我们是用水煮花生的 水煮花生 用水煮花生 没有人这样煮 好 我来试试看它的风味 它的主要就是说 大哥 它的这个姜的香味 会让你觉得它真的吃起来不甜蜜 是 然后花生呢 它确实是你想的 是你说生花生下去炒的 对 下去用水煮一起煮 是 用煮的 我不用炒的 它不是用炒的 所以它比较不炒不热 而且它吃起来的时候呢 你会吃得到 它花生的原味的香味 比较浓郁 是 是 是 然后它本身 它又是纯素的 就很简单的食材 就是姜 花生 糖 麦芽 就是这样子而已 在还没品尝到姜汁花生糖之前 我的内心充满了问号 诗坛相间的这家小小杂货店 为什么可以让这块花生糖的名声 忘到中国 美国 新加坡等等国家 不过在吃过之后 我的问号就变成了惊叹号 因为真的很好吃 很特别 很厉害 大哥 是 你说以前爸爸那时候 刚开始也不会做这个花生糖 对啊 然后到你的话 你觉得做这个花生糖 它辛苦的地方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幸福的地方 就是在中间熬的时间 时间要很长 要非常有耐心 因为传统的东西 你没有这样就做不出现在的味道 因为我们是把原来的食物 的精华味道做到顶点 不敢加其他的香料 都是原始 原汁原味 大哥 因为你刚才开玩笑说 你们做这个花生糖被骗了 所以说他们是告诉你们 用这个生的花生下去熬煮 对不对 对… 那我听起来 我觉得生的应该是比较困难 对 因为我用生花生煮的话 保持它原来的味道 会在里面的甜味 因为所有的食物 经过20加工时都不好 因为花生本身有油 你煮过一次之后 它已经出油了 现在我是煮过一次 我里面还保留一半的油分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不燥不热 外面会很香酥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姜汁糖 煮包在里面 所以它整个香味包到里面 包得好好的 难怪我刚刚在咬下去的那刹那 那个最原始的花生香 就立刻跑出来了 是… 所以原本那个 告诉你们的人 想要留一手有没有 然后结果反而被你们做得更好 它原来是要吹嘘说 它的东西比较多工 比较难做的意思 可是就是没办法手上 就给它做成功了 是 大哥 是 那这个花生在熬煮之前 它需要先做什么样的处理呢 因为现在的卫生 所以一定要洗过 可是以前人是不洗的 因为洗的煮的时候会破皮 所以说我是 我的花生在冷冻库 冰的硬硬的 拿出来 趁它解冻那一分钟 把它洗一洗 马上下去 不然它会破皮 破皮了 整个香味就包不住了 难怪刚才我在吃的时候 那个花生每一颗都超级大 超级饱满 很漂亮 是 其实那个 我的花生小颗的 零点四一下都塞掉了 因为大小颗 越均匀的话 煮出来的风味不是更好吗 是 是这样子 对… 那大哥像是现在 我们这个花生在熬煮 是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了呢 它现在已经冒泡了 冒泡了就代表 花生本身里面的温度 已经到达它大概 已经有到达100度了 冒泡就是本身 它已经开始在釋放油了 表皮被釋放一些油 它现在的颜色还 还带点黄黄的 对 那就是它已经熟到一半而已 所以反而是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还没有浆 我的咪咪虹也在后面 对 这样还没下去 是 这样若再下去的话 会更漂亮 像花的 像开花的一样 是 可是大哥你有提到说 别人不放姜 因为放姜是不是比较难 是 多一个放姜 你不要看多一个放姜 多一个放姜 什么时候放 就要看我们的眼睛看 颜色 这个都是经验 然后耳朵听声音 声音都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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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的声音 是 大哥先爆 你听到声音你就知道 现在是爆到哪个程度 然后再闻味道 糖一定要熬 糖熬才会香 可是它起过的时候 应该抓到刚刚好 不然的话 就跟我刚开始 自己独立的做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是发生不够的时候 不然就是这样烧掉 就是这样子 常常晚上爆一爆去 倒掉 真的 但是它被我爸骂 结果我爸听到的时候更高兴 它说这样子才会成功 因为它以前也是 坐着脑 被打破 自己搞成功的 对 招牌酱汁花生糖的材料 其實很單純 需要使用的工具也不複雜 所以大哥說不怕別人學 歡迎大家來參觀 因為最難做到的 其實是製作過程中的嚴謹態度 必須隨時保持眼睛看 耳朵聽 鼻子聞 才能做出美味營養 又未生的花生糖 大哥 剛才我吃完了 你們的招牌的 那這個的是 這個是我回來106年過後 開始做卵的 我的是麥芽卵 我不是放其他的那個洋菜 我不喜歡放卵 我的東西我從頭到尾我都講 我喜歡原始 鄉下弄自然的東西 軟的其實在摸的時候 就有感覺到了耶 它確實拿起來比較軟一點 好像還可以稍微這樣子移動 對 拉 你給它拉還會彈性 大哥 它嚼起來很有嚼勁耶 說台灣做花蕃蕃很多 那你有沒有吃過 你覺得這個味道如何 我覺得很好吃耶 像是剛才我吃到招牌的 它吃起來是脆硬的口感 是 但這個是很有嚼勁 越嚼越香 但我還發現大哥 你們的甜度都不會太甜 重點是它吃起來薑味更濃 因為本地就是產薑 靠山吃薑 所以說我這個軟的更沒有糖 都是用麥芽去替代料 所以說我們這些全部都是全素的 都全素的 所以吃起來又健康 薑的話又有薑黃素嘛 是不是 吸管 預防感冒 是 合得不合耶 是 像大哥 如果在地人 他們要去山上工作 有時候天氣或山上 比較冷一點的時候 對 沒錯啦 這真的好棒喔 最近幾年 這邊很多騎腳踏車的 夏雨天 冬天經過 就是來買暖的 就放在前面就這樣一直吃 補充熱量 補充體力 是 又可以浴航 吃了家挺暖暖的 是 那大哥 像是我剛才有默默觀察到 其實這間雜貨店 已經有好久的歷史了 對 所以說我們這邊 我們主要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就是說 每個客人進來 看到你們 吃到你們的發生產 很高高興的 我要的就是這一塊 因為我是從這個店 可以說 我就是吃這個店 來去長大的 現在我還可以做 我現在是半退去的狀態 所以說我等於回饋 用回饋的心理 那大哥 你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客人呢 有一次 有一個高雄的一個大哥 他的老同學到高雄 去看他 他有買我的花生糖 帶來請他吃 他本身是在兒媒長大的 然後年輕十七八歲 就已經外出工作 然後一直工作到高雄 就四五十年了 他吃到我的花生糖 還特別的打電話回來 叫我講說 黃老闆 謝謝你 你讓我吃到你的糖果 讓我想到小時候的幾 回味也滿滿的 但是以前他鄉下 真的是要吃一塊糖 吃到這種味道的話 就是以前手工的花生糖 現在是他沒有吃 吃不到 是 然後回憶到小時候的回憶 所以說這是有回憶的花生糖 是這樣子 大哥 你知道 我覺得來到這邊 我感受到你這間雜貨店 它不一樣的地方了 雖然說 我們便利商店很競爭 贏不了別人 可是人家進來消費的 我覺得有的時候不是商品 反而是一種記憶 一種美好的印象 對 看到很多 來到這邊 老闆 對不起 我帶小朋友逛一下 這個就是我爸爸 爸爸以前小時候的雜貨店 好感動喔 就是這樣感覺 像這花生糖也是 有好幾次 我們很多台湘不是在大陸嗎 他們就會說 你們要過來的時候 一定要帶花生糖過來 不然你們不要過來 是 他們想要回味這個味道 對 家鄉的味道 達貨店的一顆薑汁花生糖 卻成為無數朋友的深刻記憶 也是親人之間 世代溝通的重要橋樑 我想是因為老闆 在獨一無二的薑汁風味之中 小巧地加入了最重要的人情味